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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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來討論 市場與國家的第三個部分 繼續來討論國際資金的移動 跟金融和社會政治危機 我們上個禮拜來談到 200…不是2007 1997的亞洲金融危機 對不對 好 那今天我們要再繼續跟同學們來談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哇 這範圍更大了 那看看是什麼呢 而且還有接下來的2010年的歐債危機 而且還有最後我們要問這些 好 然後在台灣呢 好 那我們來看看 2008的全球金融危機 也有人稱為這是金融海嘯 好 那海嘯就不得了了 那他的背景呢 我們之前提過 從1980年代開始世界各國來推動金融自由化 國家解除或者是放寬的各種的金融的管制 那1999年美國國會通過了金融服務業的現代化的法案 那所以金融機構是可以來經營銀行投資跟證券 本來銀行是只能做什麼 存款放款的業務 好 那存放款 但是你現在很多相關的投資證券等等的這些 就像銀行變得像跟其他的投資公司 證券公司所做的事情 好 都一樣的 然後美國華爾街的銀行就推出了衍生性金融商品 然後給國內外的投資者 好 那衍生性金融商品 從這個名稱上同學就可以來猜猜是什麼呢 譬如跟房貸相關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那他可能是房貸的抵押 所形成的債券或者是證券 那抵押保證的這種債券、證券等等的 而且衍生性金融商品 他是要你來壓住譬如說利率或匯率 或者是說一些企業包裹起來的 這證券裡面所包裹這些企業的 營運是變好、變壞 或者利率他會變高、變低等等 你必須壓住發展的方向 哇 這跟你一般你看到的 那目前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你要壓住未來發展的方向 然後還有衍生性金融商品 他的報酬是什麼 用倍數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壓錯方向的話 你的虧損比原來的這個獲利的倍數 還要更高 哇 這是什麼 我們現在在討論18%不應該 對不對 這是18% 但是衍生性金融商品是什麼 用倍數的5倍、10倍 你賠可能至少20倍、30倍都有 可是沒有人來質疑他 好 我們來看看這樣子 對於社會政治的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是什麼呢? 好 然後2008全球金融危機 他最先是從美國的房市的泡沫化 房地產的泡沫化開始 還有雷曼兄弟 這是華爾街的投資公司、投資銀行 他的破產倒閉 那是2007年下半年開始的 美國的房市的泡沫化 還有2008、9月15日 內曼兄弟的倒閉 哇 從這個之後 事情就不得了了 好 那我們來看看之前 從本世紀初開始呢 事實上整個網路經濟泡沫化之後呢 那美國是採用低利率政策 然後就貸款給企業 但是這些貸款呢 大量被投資在股會市、房地產 還有金融業這些銀行、投資公司 所發行的這些高風險、高獲利的 衍生性金融商品 那衍生性金融商品 我們剛剛提過 他是屬於期貨的一種 那或者是叫做選擇權 所謂選擇權是你來選擇 你所押注的匯率、匯率等等 他的方向是什麼 那所以呢 投資銀行跟證券商 他用房貸做擔保 所以發行了這些衍生性金融商品 譬如擔保債權的憑證CDO 或者是不動產的抵押債券 然後MBS等等的 那銀行跟投資公司呢 他也提供給中下階層買房子的次級房貸 什麼叫次級房貸? 跟我們一般的房貸或所謂的優級的房貸 是不一樣的 次級房貸表示當事人是什麼? 你貸款給這個人 但是他的經濟狀況比較不好 本來是不可能買房子的 但是銀行說沒關係 我貸款給你 但是但是什麼? 我給你的房貸利率要比較高還是比較低? 比較高 但是同學會問 他已經是比較窮的人 收入比較少的人 為什麼銀行要貸款利率 給他的利率是比較高? 銀行真的是在商眼商 銀行說我貸款給你的利率風險比較高啊 我當然要用比較高的利率來貸給你 毫無人性 好 那所以利率比較高 而且銀行怎麼樣來吸引他? 他說 銀行說你投幾個月 根本不用付房貸的利息 本金也都不用還 滿優惠的 好 所以新物產階級開始有了他們買房子的夢想 好 那所以在2007、08房價呢 比之前漲了三倍 但是這個金融泡膜就開始大到 開始破了 然後我們看到2007年上半年 美國次級房貸違約增加 因為這些人根本就是付不起房貸 但是銀行還是以次級貸款 次級房貸的方式來貸款給他們 利息比較高 但是前幾個月什麼都不用付 利息本金都不用還 然後2007上半年你可以看到在美國 這些來做次級房貸的融資公司 開始被併購 因為這些違約的增加被併購 或者是破產了 然後美國的房價開始下跌 然後房貸相關的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價格也下跌 然後利率上升 他會使得優寄房貸就是一般的這些 好的房貸呢 他的違約率開始盤升 在2007年下半年開始盤升 然後這些來做優寄房貸的融資企業 包括房地媒、房地媒 那就是Fannie Mae跟Freddie Mae他們 這兩個他開始也來發行 之前來發行房貸的證券化的商品 還有各種的債務證券 但是受到這樣子次貸風暴的影響 這些兩房收入減少 而產生了財務危機 最後在2008年9月 美國政府來接管了這兩個房貸機構 而且更大的事情是 那美國最大的房貸的證券承銷商 雷曼兄弟 雷曼Brothers 他因為大量投資在房地產 還有相關房地產相關的金融商品 所以他陷入了財務危機 申請破產 是美國史上最大的企業的破產案 所以整個金融危機擴散到全美國 接著到歐洲 終於演變成為全球金融危機 那當時的華爾街的投資銀行 都紛紛向政府來要求紓困 原因是什麼 他們大到不能倒 他說我倒閉了 會產生所有的企業的問題 所有的企業問題在產生大量失業的問題 大家全倒了 所以他們要求紓困 政府一定要紓困給他們 然後因為他們大到不能倒 好 所以政府拿了國庫的錢 這些國庫的錢可是納稅人的錢 去給他們紓困 然後讓銀行來打消這些呆帳 好 但是你知道嗎 當華爾街銀行的這些肥貓呢 拿到這些紓困之後呢 做什麼 馬上渡假去了 在2008全球金融危機之後 美國的紓困措施 除了給這些投資銀行大量的貸款 然後紓困 而且還推出了所謂的QE政策 同學們知道QE 就是Quantitative Easing 就是一個量化寬鬆 但是是貨幣的量化寬鬆 然後也就是政府印鈔票 然後更多的貸款 更多的融資 然後給企業 然後但是他反而推高了通貨膨脹 然後讓銀行跟投資公司呢 拿了這些錢又做了什麼 低利率的貸款 然後重操就業 不會用重操就業 因為他們又重新把這些資金 又導入了什麼 股會是房地產跟金融市場裡面 做同樣的事情 沒有學到教訓 好 然後歐巴馬當時呢 也沒辦法來監管這些金融自由化之下的 衍生性金融商品它的不當操作 還有這些賭注遊戲 那美國國會最後只能設定什麼呢? 華爾街肥貓的最高薪資而已 但是還是很高 好 那在2001年我們看到 美國經濟有短暫的復蘇 但是什麼樣子的復蘇? Job this growth 失業型復蘇 經濟稍有成長 但是並沒有創造就業機會的成長 失業率還是一樣高 而且短暫復蘇之後 又陷入了衰退 當時美國的失業率超過10% 現在的兩倍 所以2011年從美國紐約開始 有一個佔領華爾街行動 Occupy Wall Street 然後來抗議政府跟財團的不公不義 然後要求來證實貧富不均跟社會公平 那他們提出的口號是 We are the 99% 這就是1%的1%的rich 跟the rest 99% 那政府只照顧這一群人 這一群人的受壞 那之後全球各大城市紛紛響應 然後之後2014年10月 美國的失業率降到5.8% 這是危機之後6年來的最低 那但是我們之前提過 這是很多的失業者找不到工作 而且他們已經放棄找工作 完全退出勞動市場 他們就不算失業 所以讓美國的失業率可以降到5.8% 但是還是有幾千萬人是什麼 沒有工作 他們已經放棄找工作 所以整個金融危機可以用一個英文字 兩個中文字來形容 之前同學們猜過了 然後我們看到說其實從本世紀初 然後尤其在2008全球金融危機之前 世界各國都希望用金融部門的成長 來帶動經濟的成長 就是Finance Capitalism 金融資本主義 所以虛擬金融當道 那企業跟客戶也會大量 投資或投機在衍生性金融商品 而高度獲利 這獲利是幾倍的 幾十倍的 但是各國的實體經濟成長非常優先 危機後的這幾年 事實上我們看到 全球大小的金融危機純純於動 然後社會經濟非常的不穩定 貧富懸殊 更加的惡化 然後而且政府嚴重的傾向 資方 為資方講話 那給資方各種的好處 那美國的次貸危機 那在2008年之後蔓延到歐洲 然後冰島首當其衝 我們來看看冰島的狀況 當時冰島三大銀行來運用高度的財務桿桿 然後來進行高風險的這些放款跟投資 那銀行來發行這些高風險高貨利的 衍生性金融商品 當時那種感染比率是超過30倍 那你有這些錢 可是你在做的事情是30倍 那當2009年9月 那冰島出現金融危機 那銀行跟國家的債務是什麼 GDP的11倍 這表示全國人民所生產出來的GDP 你不吃不喝 要11年才能把這個債還完 全國大家不吃不喝 還11年 然後國家宣佈破產 你知道國家也可以宣佈破產的 不只是企業 然後怎麼辦 只好尋求IMF的貸款 那冰島成為第一個 像IMF在尋求紓困的先進國家 我們之前提過的亞洲金融危機 或者是之前跟IMF尋求紓困的 都是開發中國家 好 當時冰島的總理 他的 他成為世界 第一個因為全球金融危機 而被定罪下域的國家領導者 這個也可能 也只可能發生在冰島 你說在台灣 可能 你會要求領導者這樣做嗎? 在美國你會要求領導者下台 或 而且還下域 可能嗎? 不會 好 那冰島銀行的債務 他主要的債權是荷蘭跟英國 這兩個國家是最開放的國家 他們有非常多的投資在冰島 然後當時冰島正直火山大爆發 歐盟的飛機全部都停飛了 然後各個機場擠滿了旅客 然後歐盟的報紙大標題是什麼? All ash no cash 好 那什麼呢? 全部是火山灰 火山灰 好 沒有現金 這是什麼? 他說這是一語雙關 因為冰島紋裡面沒有錫 但是他要說的是 冰島無力來償還這些 給英國跟荷蘭的這些債權人 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的錢 因為已經宣佈破產了 我真的還不起 所以all ash no cash 好 根本沒有錢來還人 但我們再來看看2010年的 在歐元區的這些國家所產生的 國家的債務是國家的負債 產生的我們稱為歐債危機 是sovereign debt crisis 好 那同學們猜猜看 他是從哪個國家開始的呢? 希臘 好 真的沒錯 從希臘開始 好 那當時呢 希臘為了要加入歐元區 所以歐元區的規定是 政府的預算赤字 必須是低於GDP的3% 當時希臘還高出了2% 然後政府的債務要少於GDP的60% 好 你不能我國家的債務不是GDP 那就是我整年生產的全部都是 成為國家的債務了 不能那樣子 好 那所以希臘當時委託了 美國華爾街的高盛投資公司 Goldman Sachs 來幫忙減少政府的債務 當時高盛公司 他用換匯的交易 所謂currency swap的操作 把原來用美元日元計價的希臘的國債呢 轉換成為歐元 而且利用虛假的歷史匯率 來減少債務規模 這種虛假歷史債率是 不是在市場的實際的匯率 那他可能是之前有過的 或者可能他說未來可能會有這種匯率 好 那反正是假的 好 然後希臘政府當時用 也用了所謂的場外利率交換 好 那還有這種利率交換的選擇 然後他是說這些是什麼 你必須來押注利率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來做這樣子的投資 什麼叫場外利率 這不是在實際金融市場的利率 而是什麼 由像金融機構所設定的利率 來說好 我用什麼利率 或者你投資這個我用什麼利率 來回饋你 你可以有多少的收入 那這個不是實際在金融市場 而是由這些金融機構所設定的虛擬的 虛假的場外的利率 然後當時希臘政府是用這樣子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投資來償付 當時向高盛借了28億歐元 然後還要付利息6億歐元 這個利息超高的 然後本來沒事 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 你知道公債值利率下降 表示這個利率跟希臘政府 所押注的利率的方向是顛倒的 好 那慘了 希臘政府押注這種利率的 衍生金融商品的投資損失多少呢? 本來借了28億 所以現在整個損失是達到51億歐元 然後使得希臘的債務真的是越滾越大 好 那希臘最後只能尋求IMF 還有歐洲央行、歐盟央行 還有德國、法國的這些的貸款的紓困 當然你知道IMF的貸款紓困 有什麼附帶的條件? 就是你必須縮減政府的支出 也就是現在在歐洲的、歐盟的 所謂的尊敬措施 很多國家的實行 尊敬措施就是來減少國家的公共支出 然後掀砍社會福利 跟公務人員的薪水跟人數 所以當時希臘你知道數百萬人示威抗議 那義大利當時也是運用這種安排 來縮減高達1兆歐元的政府債務 這一個德 那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 義大利也是一樣要產培的 然後他支付了美國華爾街投資銀行 叫Morgan Stanley 那是大謀 那要34億歐元的貸款 做什麼呢? 他是來解除一項押注利率的 衍生性金融商品 我如果不解約的話 我還要賠更多 好 你知道這種遊戲規則 好 那所以當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呢 那發生歐債危機的 歐洲五國或者四國 PIRGS 所以P for Portugal 葡萄牙 然後呢 One I is for Italy 義大利 我們剛剛提到的 The other I for Island 所謂愛爾蘭 那愛爾蘭很幸運 他已經在2013年畢業出名了 好 還有G for Greece 當然 然後S for Spain 好 這些都是南歐國家 除了愛爾蘭之外 好 好 所以 我們來看一個影片 當時 好 那歐在危機之後 那歐盟 幾乎快要奔奔離析 好 那我們來看 Europe is facing the worst financial crisis in a generation It all started in 2007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over-optimistic banks went bankrupt as a result of bad lending in the mortgage market In September 2008 the fourth largest American investment bank Lehman Brothers collapsed The crisis has since sprea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A vicious circle developed banks stopped lending to each other and credit dried up To prevent a complete collapse of the banking system European governments came to the rescue of their banks with urgent support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4.5 trillion euros the equivalent of 37% of the EU's annual GDP were committed between 2008 and 2011 The EU also launched a Europe-wide recovery programme to safeguard jobs and social protection levels and to support economic investment In this way, bank runs were avoided and European savings were protected The euro broadly maintained its value and successfully shielded euro's own countries from the worst effects of the economic crisis by providing EU companies with a stable playing field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But this effort took its toll especially since most of the money had to be borrowed From late 2009 the most exposed eurozone countries began to have problems financing their debts leading to a new development in the crisis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With increasing deficits and spiralling debt the markets lost confidence in certain governments' ability to pay back what they owed Interest rates for their government bonds soon became unsustainable And since many of these bonds were held by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ir banks this turned into a problem for us all This was especially true for those countries the euro is sharing the euro as their currency This loss of confidence led the banks to reduce their lending to businesses and private households In 2009, the EU economy suffered its worst recession since its creation After a brief recovery it went into a mild recession again in early 2012 As a result, unemployment reached unprecedented levels in many parts of Europe creating hardship and increasing poverty levels So does that mean that the euro made the crisis worse? No Not all eurozone countries built up excessive debts And not all countries outside the eurozone kept their debt under control Being in the eurozone meant that its members could count on the solidarity of other members Because eurozone economies are so interdependent If one prospers, others will benefit If one falters, others will suffer That's why European leaders decided to step up common action The key lesson of the crisis was that Europe needed to build a closer economic union to complement its existing monetary union and to ensure that public finances are sustainable First, the EU introduced new stronger rules to keep a tighter check on public debt and deficits to make sure countries don't spend beyond their means A new fiscal treaty was also sign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confidence limiting yearly structural deficits to 0.5% of the GDP This crisis clearly shows that a debt-fuelled economy is not sustainable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will now make sure that the limits on debt and deficits are applied and that national budgets do not put at risk other European economies This is the purpose of a fiscal union Second, European financial supervision is being stepped up to ensure that banks are better capitalised behave responsibly and are able to lend money to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This paves the way for a banking union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s deposits are protected and taxpayers are not forced to pay for the failure of banks Third, firewalls to protect the single currency are being reinforced through the 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 A fund that will help Eurozone countries that are temporarily unable to borrow money on the financial markets or require support for recapitalisation of fragile banks Loans will be provided if countries agree to reform their economies and restore their financial stability Fourth, the European Union will pursue the objectives of the Europe 2020 Strategy Implementing structural reforms to tap Europe's jobs potential to boost productivity and competitiveness This implies targeted investments using EU and national funds to sustain cutting-edge research spread innovation and latest technologies connect up Europe's transport and energy grids and bring high-speed internet to all Europeans wherever they live Restoring economic growth is no easy task but we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deliver lasting solutions to the crisis We need sound public finances across Europe and solidarity mechanisms for crisis situations a fiscal union We need stronger supervision of the financial markets a banking union We need a deeper economic union with targeted investment to boost growth and competitiveness The European Union is a people's project anchored in democracy and accountable to voters It must emerge from this crisis stronger and more united than ever A true political union with a reinforced European Parliament A prosperous home for its 500 million citizens And a strong player in the world Welcome to our viewers to see the health issues 還有這些歐盟國家的問題 這個整個歐洲 你知道歐盟是幾乎成為世界第一大的經濟體 是一個最全球化的一個區域 那可是歐債危機 讓他們受了很大的打擊 當然最近更大的一個打擊是什麼 英國脫歐 那我們看到說歐債危機 它使得歐盟的經濟的衰退 通貨僅說失業率就像剛剛我們看到的 還有整個社會的動盪 當時希臘跟西班牙的失業率高達20%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 那青年的失業率超過50% 所以表示有兩個 青年人就一個人是失業的 然後歐盟經濟到2015年才稍有起色 但是整個全球經濟 因為中國經濟的成長的去緩 所以我們看到巴西拉、澳洲 還有很多國家的經濟是急速的衰退的 全球貿易的萎縮 企業又開始裁員放五星價 全球的經濟危機又蠢蠢欲動 然後我們的後繼 我們做一些思考來跟同學們談到 一個是金融資本主義當道 好 那川普從富商到總統 那川普當選美國總統 這是之前我們提過的 我們不是提過資本家在掌控國家嗎 這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好 然後他提出美國優先 但是我們要問到底是誰的優先 而且是誰掌控的美國 好 讓同學們好好去思考一下 後面有機會我們會再跟同學們來討論 川普他擁有各種房地產 企業 他的房地產是從華爾街到很多世界的 很多國家都有的 然後還有各種企業 還有各種的資產 好 那在他當選總統之後的 當業的慶功業上 你知道有一個富商去了一下 他就火速回家去了 趕回家 做什麼呢 買股票 然後當時呢 川普黑天鵝讓這個全球股市是暴跌的 然後包括紐約的股市 然後這位富商嗅到商機 趕緊回家來買慘跌的股票 這位富商說 我只能買10億元股票 機會一下子就沒了 好 那因為隔天股票就漲了 然後跌一天就反漲了 然後他們現賺了多少 每一個富商所賺的錢 是台灣一位中等收入勞工 不吃不喝500年才能賺到的 所以他們像股神巴菲特一樣 買股致富只因為他們有錢 那何況他如果買的是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話 他只要壓對方向 他賺的不只是二、三十倍 我們剛剛那個估計只是他如果賺百分之億的話 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這是金融資本主義 然後美國 所以美國從川普當選總統之後到現在 美國是他的城市從東岸的費城紐約 邁阿密一直到西岸的LA 那普特蘭然後一直到Denver 那Iowa等等的你都可以看到什麼 各大城市都正在上演 在你華爾街續集人民的抗議 然後抗議富人政是 還有他所提倡的種族主義 性別歧視還有反移民的主張 好 那從這邊我們來看看台灣 台灣當時在2008全球金融危機之後 雷曼兄弟倒閉 你知道當時在台灣有一個教授 我們認識的教授 他超有錢的 他買了雷曼的債券四千萬台幣 四千萬而已 然後公司倒閉了 雷曼倒閉了 怎麼辦呢? 透過當時台灣一些投資者 透過律師然後去追討 然後最後這個教授拿會多少 一千五百萬 他算是非常幸運的 你知道嗎?世界各國還有非常多的 雷曼的投資者是什麼? 血本無歸的 有的都還在打官司 好 那我們來看看台灣 跟延伸性金融商品 因為關係 2014年台灣很多家銀行來發行的TRF 可能同學聽說過 TRF是目標可贖回的遠期債券 那這是個兩年期的債券 然後台灣在2010年簽署了ECFA 我們之前談過 然後2014年台灣各銀行發行的人民幣的TRF 那這是屬於外匯選擇權的 高風險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當時投資者用TRF必須來壓住人民幣 大部分人是壓住人民幣的匯率 都是人民幣升值的 但是在2015 8月之後 人民幣不升反扁 那投資者損失了本金的6倍 或者9.6倍要看訂定的契約是什麼 所以這是倍數 那當時一共損失了台幣400億的虧損 那這些兩年期的人民幣的TRF 是在今年的上半年 2016年上半年的都到齊了 表示這些投資人 你必須來付這些虧損的 所以他引爆了投資者 跟國內銀行的消費的爭議跟糾紛 那在今年年中我們看到說 各大報出現了很大幅的廣告 這廣告是什麼 中小企業聯名要政府出面 與銀行協商投資虧損 那當時300多家台灣的企業 來做這樣子的投資 一共虧損了至少台幣400億 平均一家企業虧損1億 然後當企業虧損1億 中小企業 你說能夠不倒閉嗎 好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 歸於返鄉的大陸台商 不但變成了鱷魚回流 回來炒地炒房 而且又大買人民幣的TRF 他以為說他可以在本業之外大撈一筆 那國內的銀行像開賭場 做莊 發行高風險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像人民幣 TRF這樣子 然後追逐高度的獲利 你可以看到這幾年銀行的獲利非常的高 好 那我們看到說各國政府來開放銀行 跟投資公司來發行這些衍生性的金融商品 但是卻不加以監督管理這些金融商品的投資操作 這樣子的一個壓住的遊戲 那全球只有瑞典跟德國 嚴格管制這些衍生性金融商品 然後在2008全球金融危機之後 然後絲毫不受影響的 然後在這5年 這近5年你可以看到這兩個國家 等於是RMD的國家競爭力排名的前10名 所以2008全球金融危機 2010歐債危機 甚至在台灣的 在全球各地發行的這些衍生性金融商品 那你知道衍生性金融商品 這可是金融創新 但是這種金融創新 我們看到從2008 然後2010的金融危機一直到現在 各種金融危機 常常是衍生性金融商品熱的火 那你看到難道這是我們要的 所謂的技術創新或金融創新嗎 剛剛下課有同學來問我 那衍生性金融商品跟選擇權 有什麼不一樣 選擇權是一種衍生性金融商品 衍生性金融商品只是一個概念 然後來說它是什麼 那所以它是什麼呢 我們剛剛講過 它是由一個東西譬如房貸好了 在衍生出來的相關的金融商品 所以譬如有房貸 我們看到可能房貸抵押 它衍生出來是 可能是房貸抵押的債券 或者各種的證券 然後這裡面你買這樣子的 一個金融商品是說 它要你來壓說 譬如房貸未來的利率 可能變高還是變低 你必須壓住它發展的方向 或者是說我把一些企業 譬如那個房貸的貸款的機構 把它包裹起來而發行一個證券 然後這個證券也是要你來壓住說 這些企業未來的營運或變好 還不是變壞等等的 好 它都是要壓住方向 所以這個選擇權是什麼 選擇什麼 選擇你壓住的方向 對 所以它可能是匯率 可能是利率 可能是一些被包裹的企業的營運的方向 變好變壞等等的 好 你說是一種詐欺 其實這是在於 發行衍生性金融商品的 它可能是銀行 投資銀行或金融機構等等的 跟消費者你來買它嘛 你投資者他們之間的關係 可是為什麼沒有人去質疑 這裡面有非常多的消費的糾紛 譬如這是TRF 台灣的人民幣TRF 那裡面就有很大的糾紛 因為投資者說 我根本不知道我要賠那麼多 我不知道我是要賠六倍、九倍 那我只知道我買了 我可能可以賺很多 很多投資者是這麼想的 銀行會告訴你 你投資這個東西 那你可能會賺個兩倍、三倍、五倍 Why? 那這真的是人性 你就簽了、買了 對不對 好 你可能用了十萬塊買 你知道這些中小企業 他可能至少投了一百萬 不只還有一千萬的 好 那我們剛剛說他要賠一億 其實如果用十倍算的話 他是投了什麼? 一千萬的 一千萬 然後他銀行員告訴你 那你買這個TRF 人民幣的TRF 你是可以賺個五倍好了 你想哪有那麼好賺的事 我本業投資都沒有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你當然買了 但是你不知道當人民幣 你是要壓住這個 可能是匯率或利率的方向 當人民幣貶值 這個匯率的方向是正好顛倒 因為你是你買的時候 你壓的是預期他會升值 可是哪料他貶了 而且這也是造成貧富懸殊 當你壓對方向你賺了二十倍 真的是成為巨幅 所以你現在看到社會上 很多有一些企業什麼的 他營運得非常好 但是或者是說我們的經濟 還可能還勉強可以 或者哪些國家的經濟還勉強可以 但是你要問 這個成長的來源來自於哪裡 只有金融部門嗎 或者是哪些人的消費 最簡單的 你可以看到整個社會的所謂的購買力 購買力真的上升了嗎 還是根本沒有 一般大眾的購買力並沒有上升 而是只有什麼 這些富人的購買力的上升 而且你可以看到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貧富懸殊更加的嚴重 這表示有錢的人更有錢 窮人更窮 那銀行為什麼不負擔風險 這個風險是投資者來負擔 但是當銀行虧的時候怎麼樣 趕快會哭的小孩又有糖吃 好 你政府一定要紓困我 要不然當我倒的時候 我大到不能倒 我倒了之後 我只要銀行 銀行要倒 他一定先收銀根對不對 一收銀根 所有的企業是先倒閉 企業倒閉怎麼樣 當然就是人民的失業 人民的失業 你就知道整個經濟是非常慘的 好 那沒錯 同學提到說 那這樣子大家不知道 這是一個騙局嗎 政府不知道嗎 政府到底要不要來規範呢 好 那其實這些 你說富人很多的錢 是這些不法之錢 你認為是不法 但是你說就像巴菲特講的 我做這樣子的投資 他說無關乎道德 他認為無關乎道德 賺錢就死了 好 那你說政府不知道嗎 哪不知道 你知道像這樣子人民幣的TRF 我們當時發行的時候 我們的財政部長還這麼說 我在報紙上看到 他說 這是個很好的商品 大家可以多買 可是我在想 不得了 這是個賭博 為什麼你可以叫大家去賭博 這真的 你是押注 人民幣的匯率 人民幣匯率是升還跌的 先問同學 你什麼時候會押注 有嗎 你買彩券的時候嗎 或者你會去玩賭盤嗎 或者什麼時候你會押注 不會 我們只會在心裡想看誰會贏而已 好 那但是隱身性金融商品就是要讓你押注 而你說政府不知道 絕對知道 但是他也知道這些銀行在做什麼 因為這是政府來開放他們的業務 他們可以做 好 但是政府也希望說有金融部門這樣子的暴力 而來帶動什麼 經濟的成長 在我的GDP裡面很有貢獻 可是你看那是什麼 百業蕭條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這是政府必須來規範那裡面 很多不當的操作 或者譬如像他的獲利 他的賠率 你不是用百分之多少 而是用幾倍 所以像當時的中小企業 譬如我投資 那1000萬來買人民幣TRF 可是當押注方向不對了 這人民幣匯率貶的時候 匯率下降的時候是什麼 你要賠這裡面寫的9.6倍 或者是6倍 9.6倍 所以表示你要賠是1億 這是人類的創新 金融創新 這是不是是好還是壞 可是很明顯的就是 政府必須來規範他 這些不當的操作 不當的金融操作 這些賭注的遊戲 但是他們就不當的 他們是不當的 在買賭新的貨幣 是不當的 人家人說是很難的 賭新的貨幣 而且是不當的 人家人說是不當的 他們就不當的 貨幣的貨幣 那些賭新的貨幣 他們都不當的 他們認為 我能說要對你 能不能當的 人家人說是不當的 人家人說是不當的 我現在想不當的 會當的 謝謝朋友 我還不當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